台湾大小事来关心了 外传圆山饭店充满了密道 可以通往各个避难场所 先前新密道已经开放 今天告诉您 就连东密道也揭开神秘灭纱 带您来知己 我们就会听到一个很神秘的 密道的声音 推开厚重大门 揭开封闭50年东密道的神秘灭纱 以及尘封已久的历史岁月 归50年才开放的圆山饭店 东密道可以看到上方充满了消音追 就是希望防止逃跑的时候声音过大 东密道全长67公尺 共84个阶梯 为了躲避追兵子弹途中迂回弯曲 墙面凹凸加强吸音 还有防暴灯来保护通道安全 以前从未开放 现在终于重现世人眼前 以前有很多的传说 因为有东侧密道跟西侧密道 大家在传说说 这两条密道到底是通往哪里 东侧密道 其实旁边就是北安路 北安路再过去就是什么 基隆河 圆山饭店过去已经开放的西密道 通往建坛公园 东密道则是反方向 首先来到密境公园 再通到孔儿小姐故居 以及圆山联谊会 孔儿小姐就是宋爱玲 及孔祥夕的女儿 也是圆山第一代总经理 故居里头有孔儿小姐 当时的起居用品 还有打猎时的聚集枪 圆山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开放 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 什么密室我不知道 还有人听说有藏黄金什么的 我不知道我没看过 离开古之最后通往的是 对外开放的联谊会场 穿过时空的隧道 一探密境的轨迹 东密道之谜终于揭露 记者陈珍谋 曹家人台北 猜不到 台中捷运去年11月 因为整个断轴意外 停止了123天 在25号终于重新恢复市营运 而且你只要你拿电子票证 就可以免费搭乘30天 一大早民众有入车站来体验 一大早学生抢搭台中捷运 心情超兴奋 因为等这一刻 已经长达123天 很开心 然后就直接过来搭 就知道这个讯息 学生说大捷运 能节省上下课通期时间 另外还有民众 在去年试营运期间 没搭到特地骑了个大早 赶来搭车体验 因为混集在台中捷运第一次 准备坐到哪里 坐到哪里 坐起来的感觉怎么样 很舒服 终结恢复市营运 第一天涌入搭车人潮 是否比照去年模式 祭出免费搭乘一个月 全时段免费 下个月25号正式营运 未来正式通车后 也会提供一日券 24小时券等优惠券 而当初市营运6天 有民众埋怨广播声音太小 以及车门夹人的问题 终结也做出改善 捷运人员站在车门旁检视 至于列车制造噪音扰民 终结也决定放慢车速 登陆123天台中捷运终于再度上路 接下来还得面临安全交通接驳等其他考验 记者黄翔富城广瑞王百英台中采访报道 平东方聊台17线上午发生车祸意外 大货车左转跟半连结车在路口发生了擦撞 大货车被撞掉倒入了路旁大牌 大货车驾驶跟乘客以及半连结车驾驶 总共三个人受伤送医 经查是没有酒精反应 到底意外为什么会这样子造成 还要来关心苏花公路发生游览车撞山壁 导致严重死伤事故 云安会发现游览车的车体的结构 有整个系统性的问题 究竟该如何提出解决方案呢 交通部长林嘉龙表示说 交通部要照回打造这个事故车辆的公司 所产的一共718辆的游览车 在完成安全检核前不会再上路 我们来听听他最新说法 最主要是运安会他也有发布安全通告 对于这一次苏花公路的这一个车祸的事件 也有指出在乙座的方面 这个有仪式就是结构 还有这个整个系统 跟相关的这个组装安全的问题 那我们安全是这个游览车能够发展最重要的前提 所以我们是针对这一个事故的这一个游览车 他打造的这个车体的公司 那总共有718辆 我们召回然后做好检测 再让他能够上路 让所有的搭乘者可以安心 不然的话这个会造成 大家的一个 就是不安的话 甚至会影响游览车业的发展 所以这样的一个处理 是基于我们行政调查 还有运安会的安全通告 我们掌握到的资讯 所以以安全为目标 这个对游览车业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发展 游览车业他们觉得他们是遵照国家的规范 那当然他们觉得自己是帅的 那当然一般的民众会觉得自己 就是他也是遵照国家 不才是坐这个游览车 那可能到时候两边都是遵守国家规范 那如果真的出了问题 那可能我们是这边修改规则就可以 就是车体的部分 修改规则就可以 那但是中间的损失人命也闹出了 就是有人以外就是死亡 那这个部分是活培或者是说 我们有一些那个就是协助的一个机制 这个都要依据我们现在调查的结果 我在事发的时候呢 我也请教过专家 那跟运安会的意见 所以我们已经紧急都展开 对于这个这一家旅行社 他所用的游览车 以及打造的这个车体公司 我们就去了解 那这个是在哪个阶段 包括说他的设计 还是这个组装 或者后来有没有改变 那哪个地方如果还有过去 不管是说书面审查有不足的地方 那是不是有一致性的原则在处理 对车厂的这一个查核工作 这个都现在我们行政调查的范围 可是我们不容有风险 那至于说如果有涉及到游览车的权益 我们一定会捍卫他们的权利 也会保障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就必须要做出很断然的一个处置 不能够让人民担心的可能的一些车体的安全的疑虑 那导致对游览车的一个冲击 那更影响这个整个产业的发展 至于说他们的权益 我们会一定会保障 讲话发生翻覆意外 乡行车行进了闪黄灯的路口 没有减速跟轿车发生了擦撞 乡行车瞬间90度的翻覆 车上呢包括了这14位的这个女乘客 受到了冲击头晕目眩 其中两个人骨折 警方事后了解发现这台车 其实只能在9个人 不过包含驾驶 车子里头居然有15人 乡行车擦撞轿车90度翻覆 车子一阵摇晃车内14名女子 瞬间天旋地转 被救出时走路摇摇晃晃 其中一人头部比较严重 被抬上长背板紧急送医 多数属于轻轻伤 只有两位有骨折的状况 还好14名乘客都没有生命安危 车会现场乡行车窗破裂 板经全是刮痕脚车车头回损 事发在彰化西湖 24号晚间8点 乡行车行进闪黄灯路口 轿车行进闪红灯路口 双方都没有减速当场撞击 乡行车翻覆 虽然两车驾驶都没有受伤 警方事后了解发现 这台车只能在9人 但里头包含驾驶 却塞了15人 严重超载 乡行车上搭载14名外籍移工 从西湖要前往二林镇一间一财公司 一四摊途方便超累 结果车祸时车子重心不稳 导致返车意外 高雄市这位64年次的秋姓妇人 到情郑区 锐龙路上的邮局要汇款18万元 声称是要汇给妹妹的男朋友 不过邮局人员发现不对报警 最后才戳破 原来搞了半天 居然是诈骗集团的谎言 不过居然谎称说是妹妹男友急缺钱 这样子离谱的谎言诈骗也让相关人员 听到觉得相当的傻眼 而邮局人员激紧拦下来 最后也让这原本可能被诈骗掉的18万元 索性及时止住 叫哲司在乌阳 这你妹妹你 喂 喂 你怎么有一个人说出去 你问他从来往给钱 喂 说有要叫你给钱 他说有人要来点赞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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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的男朋友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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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他男朋友是否這個名字 我沒有要告訴他 我給警察送好了 小姐妳好 不好意思 小姐妳好 我選這分局的我們要去鎖 進言 那我想跟妳請問一下 妳男朋友請問叫毛手輪嗎 不是喔 那個 姓毛啊 因為 因為妳姊姊接到電話 對方是說 對方是說他是你啊 他是用妳的身份 跟你姊姊說要借錢 他男朋友要借錢 叫妳姊姊會18萬過去啊 所以我們才在 才在就是 我才請他 對對對 他有小電話跟你求證啊 所以我才剛好在Line裡面傳妳 請妳要通個電話這樣子啊 喔 對 是還好他還有留著妳舊的電話 因為他對方是說 對方是說 就是打電話到家裡說他換手機了 然後就把把妳的電話 改掉改成另外一個電話 對 所以是還好妳手機還原本手機他還有留著 所以我才撲打妳舊的手機 那妳剛剛說妳沒辦法打電話進來 妳現在沒辦法講電話 結果對方馬上打電話進來 對 對 所以 所以 所以要跟你確認一下 妳沒有要 妳沒有要跟他借錢 沒有要匯錢 他就是詐騙的啦 OK喔